最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小蜜蜂橙橙 今天我要和我爸先把这个蜂子用的这个蜂坯子 就是这个蜂巢先大概的收拾一下 就是准备蜜蜂出窖用的这些东西 从现在开始就要先提前做准备了 把那些用过的那些旧皮子都找出来 现在就开始把这些封的就是预备封的出 出那个啥出窖之后 该用的东西现在就都收拾收拾 今天准备先把这个旧皮子收拾出来 先把它找出来 先整这一下嘛 我再拌一下 拌一下 先修这些呗 看这是一个大马蜂的尸体 人家说死蜂子活肚子 就是这个蜂子死了 它这个就是蜂针一样是有毒的 你要是一压它的肚子风筝出来 如果再扎到你身上哪个部位一样都是带毒的 也是会红肚子 也是会红肚 我说也挺会死修 你别扎了手 对 这个是 就是用锅的那个旧皮子那个矿 然后把中间那个就是那个蜂巢就扎下去不要了 因为它年头太久了不能再用了 然后把这个矿留下来 等到来年做那个新的那个蜂皮子 把这个蜂往下垮一垮 这个蜂也是一种 把这个蜂是不是药用 当药用也行 这个蜂蜂可以做女生用的口红 然后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蜂蜂有收的 有专门来这收的 把这个小矿挨个都这样的修干净 把上面这些残留的这个蜂蜡 都用这个刀给它垮下去 然后留着这个矿 做新的那个蜂皮子 我吃到这个蜂蜜 然后我们拿出来 去到这个蜂蜭 然后我们看一下 很多蜂蜜 这个蜂蜜 这个蜂蜜 可以 放着这个刀就扣上 知道了就把新的那个 调除片 塞进去 把它修完了 再追煮 煮一遍消消毒 那它本来它也是那啥呀 它也一直是缝着用的 怎么还得消毒 那个消毒用过了不是吗 一拉扣扣着下去 终于带炸了 煮一煮 所以一煮 这种剧烟炸的拉炸的都没有了 把你这个挣在这干嘛呀 不要一下 坏了 片子都没变成坏了 那个这个 就是这种坏了的就淘汰了 就就就烧火用了呗 就不能再用了 就得做新的 轮到我的锅了 重新穿 铁绅 是后天好豆 你拽 拽个去 把药模 两个四根 都抖出这四根尝 直接往一把拽刀尾 铁丝太软了,不能够 拾着拽着 拾着拽着 满大碗 不够长啊 对呀,你凉出来四根的鞋 都拽着去 所以越来越能够 打出来就不够了 什么意思,打折了不好 不然,这一块铁 就有味儿了 我这头上留这么长行吗 这么长,短点 收不去点 可以收不去 这留那么长行 越短越好,怕都不浪费 可以吧 嗯 这边也不用留太长吧 对对,都一样,两头不用留长 再短点 那么长就行啊 那么长就行啊 对 你一斤都还没进过这些吧 嗯 能拽着这些 我的工作呢 就是我爸清好了这个矿 然后我重新给他穿上这个铁丝 就重新 从这个矿里头穿这个铁丝 然后之后 再把这个铁丝用专业的工具 再给他剪一下 就可以做下一个工作了 嗯 嗯 唱歌一曲 唱相依 相思亦相依 请我一段曲别离 别好又别离 空上莫人心 身为药总经 不关注幻灰 刚刚进屋偷了一会儿懒 我爸自己把这整了这么好多 这个穿铁丝 穿铁丝这个东西 看的好像是没有啥 就是其实挺磨叽 这个东西 就一直在这儿坐穿穿 他那个眼还不好穿 都叫那个蜂蜡给封死了 这东西看上去很简单 要是说 天天弄 年年弄 挺磨这个事 他这个眼 原来穿铁丝的眼 都被这个小蜜蜂 用这个蜂蜡给堵死了 然后现在再给它抖开 再重新穿这个小铁丝 这样的铁丝 这小铁丝还特别软 它这个硬度穿不过去 就得用那个锥子 先把那个眼抖开 然后再穿这个铁丝 这些都是穿完的 这些都是穿完的 这些是修完的 这些是修完的 爹 干啥 我爸让我跟派学 他告诉我 这晚上都是有套路的 我刚才整的两个 整的太费劲了 好了朋友们 不说了 要认认真真地干活了